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9个月经济社会情况 政府11号决议的落水情况 5年来国有企业运营现状和今后5年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讨论 讨论2010年9月份和前9个月的经济社会情况时 各政府成员认为 基于同步展开落实遏制通张和平稳宏贯经济 受惠民生保障的措施 我国经济社会情况逐渐求向稳定发展通张得以遏制 阮金勇总理在会议上作出结论时表示 目前虽然我国在发展社会经济方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我们不能忽视目前面临的绝大挑战与困难 阮金勇总理强调 今后政府将坚定落实抑制通张 稳定宏观经济 确保社会保障 以其维持适当增长率为6% 继续进一步落实紧缩的财政货币等政策 同时确保向中小型企业和农业生产提供协助资金等 会议上政府各成员还对2011年到2020年阶段交易发展战略草案进行讨论 9月26号上午离开河内 国家主席张敬昌女夫人同越南国家高级代表团 开始对新加坡进行从9月26号至28号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这是张敬昌同志当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席之后 首次出访国外 据悉访问新加坡之后 国家主席张敬昌同越南国家高级代表团 将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 9月26号第13届国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河内正式拉开帷幕 国会主席阮盛聪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 与会代表间集中讨论第13届国会法律法令制定计划草案 监督各经济区和首公益村落实环保政策与法律情况的报告 政府有关2011年到2015年阶段土地使用计划和2011年到2020年阶段土地使用规划的报告 政府有关2011年到2015年阶段的国家五年计划 2011年到2015年阶段政府策券使用计划 以及积极更改和提高国会活动质量与效果提案等多项问题 此外 本次会议还就七部法律草案进行征求与会代表的意见 预计第13届国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于10月1号闭幕 月通社驻纽约记者报道 9月25号落实越南政府和美国政府间的协议 越南外交部举行了我国驻美国纽约市领事馆的开关仪式 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 越南驻美国大使阮国强 越南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李怀仲和广大旅居美国的越南人和美国友人等出席了开关仪式 越南驻纽约领事馆除了办理签证 护照延弃各项旅居国外越南人减免签证等手续外 开保护在美国生活的越南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并为加强美国东北地区与越南合作伙伴关系做出贡献 越南驻纽约领事馆是越南驻美国的第三家领事馆 之前越南已在美国加利弗尼亚州 旧金山市和德克萨市州 休斯顿市分别开示了领事馆 9月26日在德勒省邦美术市 越南共商会和海关总局联合举行了题为 展开落实电子海关手续的2011年窃谈会 通过窃谈会 各家企业可了解自助企业在地方实施电子曝光 和展开落实电子海关手续的政策 目前德勒省也在邦美术海关分局 对按照买卖合同的进出口类型实施电子海关手续 另外林同省也在大陆海关分局 对同样的进出口类型实施电子海关手续 目前这些省份继续扩大对投资 出口商品生产和加工等类型 展开实施电子海关手续 去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的消息 2009至2011年阶段 投资于农业农村的资金总额 月达290万亿月顿 占国家财政预算和政府债券的发展投资总额的52% 从而服务于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的许多基础设施项目 得以有效改善 其中发展农临与业的投资总额月达106万亿月顿 占农业农村投资总额的37%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得以重视 服务于农民的其他投资项目也得到有效开展 截止2010年农村地区共有6770个市场 农村电网覆盖率达95.4%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已基本上延伸到边缘地区 70%项份已设立公共英特网的网点 此外 邮政网络约有1.6万个交易点 确保基本的输信服务 除此之外 由新加坡赞助总投资额达76万美元的 2011至2014年阶段 改善农村用水和环境条件项目 但获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的批准 9月25号 赞助力6月30号 庆祝2001卡特节的女神义父营教仪式 在平顺省范切市博山旅塔隆重举行 吸引了数千名当地居民和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加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赞助一人用自己的才艺 带敲出一个充满色彩的2011年卡特节 近年卡特节按照赞助传统仪式行礼 上千名将遇着有机会亲眼目睹多次的赞助姑娘表演 带着浓厚赞助色彩的传统舞蹈 在卡特节期间还举行了衣服云桥 文艺表演 手工仿制图景 手工制作陶瓷 以及各种民间游戏等 带着赞助同胞传统色彩的一系列活动 以最多小图片拼组成的越南四维导图 获得世界吉尼寺记录证数 该记录公布仪式于9月25日在胡志明市举行 这张四维导图的形状是包括六个画瓣的粉红色荷花 象征着越南人情、地理、历史、文化、教育和经济六个方面 总面积为660平方米 包括55万1232个小图片片屏层 在世界吉尼寺记录代表卡林·瓦塞里奥的监督下 1600名胡志明市经济大学生在连续17个小时内完成了该四维导图 该四维导图还有英文版 以便向世界有人推荐越南国家的精华和特色 胡志明市经济大学学生这一层纪以小图片的数量 超过新加坡大学的作品 并在面积上超过中国的地图作品 这充分体现了越南大学生的超越能力、团结精神和健全意志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基金会的年度会期间 9月24日,东盟各财长一致同意建立总金额为5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基金会 目的是缩短东盟地区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差距 同时面向2015年坚持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东盟各财长建属成立该基金会的协议后 东盟秘书长苏林表示 此事件是东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旅程碑 东盟各财长指出 东盟成员国可提议东盟基础设施基金会 向本国修建公路、铁路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提供贷款 东盟基础设施基金会注册资金为4.852亿美元 在一年内可向6个项目提供贷款协助 到2020年东盟希望该基金会可筹集资金为40亿美元 之后将该基金会的资金总额增加到130亿美元 目前随东盟称臣快速发展的趋势 当使用高速贡路、清洁水和电力的人均比例 仍具发达国家排名靠后 因此促进建设东盟区内的基础设施 是东盟发展必不可少的步骤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明天再会